Hello 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欢子 很多网友说 到三亚避寒过冬的人 很多都被骗了 那些没被骗的人 在那边是怎么生活的 他们的吃 住 玩 乐 怎么安排的 一住住半年 那么长时间 怎么打发的 欢子呢 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实情 朋友们 先给大家看一下 没有被骗的这些叔叔 阿姨 爷爷奶奶们 他们在那边住的客房的环境条件怎么样 这是一个大床房 也是我在那边体验入住的房间 对面呢 是配备的有椅子 茶几 推拉是玻璃门 外边是阳台 配备的有洗衣机 房间里边呢 有空调 那个角落的位置放的有冰箱 这边呢 是电视机柜 还有电视机 无线网络 在床的两边呢 配备的有床头柜 在这个位置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紧急呼叫按钮 这个配备呢 是非常人性化 这一个房间如果说有叔叔阿姨 是自己一个人住的 或者说年龄大点的爷爷奶奶 自己一个人住的话 在房间里边有什么紧急事情的话 按那个呼叫按钮 这样的话 有工作人员 及时到房间给大家去提供支持帮助 很多叔叔阿姨说 到了这儿带了很多衣服怎么办 是吧 这有柜子给大家存放衣服 解决了这个问题 入房间的门的右手边 这边呢 是卫生间做的干湿分离 干湿分离的话 有效的降低了大家在浴室摔倒的一个可能性 这边呢 同时有紧急呼叫按钮 跟床头的这个功能是一样的 坐式的马桶 整个卫生间的这个宽敞程度还是可以 房间的这个配备啊 就是酒店式的这种标准配置 同时又兼具了居家生活的这个家电相应的需求 比如说冰箱 外边的洗衣服的洗衣机 这个区位给大家看一下外边的一个天气环境情况 是吧 到海边的话 往那个方向走路的话 十分钟就可以走到海边 朋友们 这是客房的一个情况 朋友们 大家看了客房的环境条件感觉怎么样 还有没有网友觉得到这边避寒过冬是骗人的呢 住的环境舒心舒服了之后 大家最关心的想必就是吃的了 我们去看一下吃的怎么样 朋友们 开餐了 中午开餐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菜品的一个情况 这边呢是一个凉菜 荒子拍摄的时候是戴着口罩的朋友们 大家不用担心说讲话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啊 这个呢是白菜木耳肉片 这个是芥菜吧 芥菜 然后这个呢是洋葱炒肉 洋葱炒肉的一个就是荤素搭配的 这边呢是烧茄子 烧茄子里边呢是有辣椒是吧 这个还有这个肉 这个呢是基本上是处于荤菜的一个这个安排了 然后里脊里脊肉 这边呢是蘑菇是吧 蘑菇菜 这边是酸菜肉 酸菜排骨骨头啊 这是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七个八个菜 今天呢他这个店长说出游了有十几号人 就是今天组织大家出去玩 吃饭的人不是特别多 所以呢菜品呢做了八个 他如果人多的话就是做到十个菜 这边呢是面点 有花卷 下边有发糕 有饼 馒头这个 米饭 这边呢是一个稀饭吧 稀饭 然后这边有一个汤 这就是中午的一个伙食安排 出游的话就是大家都在外边吃减餐了 那在公寓里边没有出游的 大家都在公寓里边用餐 这是餐厅的一个情况 朋友们 这边呢还送个锦旗 我们看一下 赠故乡店长啊 赠给店长的 这个是 这是脚铁民 李亚贤净赠是吧 然后用餐的这个情况 十一点半开餐 朋友们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也是赠给店长的 新系顾客是吧 清暖人心 然后那个是店长啊 这个来我们的领导是吧 店长 服务人员 然后整个这个餐厅的一个环境状态就是这样 朋友们 晚上的话我们继续再拍晚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情况啊 朋友们那吃完饭了该怎么安排呢 中午吃完饭一般是午休睡觉 午休起来呢有其他的活动安排 在此呢很多网友也有一定的疑问说 在那总不能天天吃完睡睡完吃 是吧 其他时间怎么打发 怎么安排 欢子再带大家看一下 大家用来消遣时间的这种娱乐活动 或者是学习活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来 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公寓后边的院子 后院 院子里边呢绿草青青绿树成荫绿意盎然 在院子里边你可以拍拍照 可以聊聊天喝喝茶消遣一下 整个院子呢虽然不算太大 但是呢绿值覆盖率还是非常高的 给大家转一下镜头看一下这个公寓楼 整个公寓楼呢是123456层是吧 但是客房的话是从二层往上开始 这是公寓的后院朋友们 往里边去呢进了门之后呢 它有相应的功能区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进了它这个门之后呢 这边是会客区休息的是吧 也可以在这边举行一些活动什么的 往这边呢是餐厅的一个小分区 在这边呢摆的有桌椅用餐 那边呢还有那个象棋可以下象棋 这边呢是一个中医呃 理疗方面的功能室 就是大家需要一些推拿按摩呀 针灸啊这些呢在这边去开展 另外呢这个功能区这边放的 还有这个按摩椅 这些都是免费使用的朋友们 大家在这住的话你说吃完饭 呃睡觉之前呢做个按摩 往这一坐是吧固定时间多长 然后可以放松一下 两部电梯通到楼上 旁边呢分别是消防通道 有这个楼梯 楼层的话不算太高朋友们 然后整个这个功能区的 这边呢是它的用餐区 呃住满人的话是一百多人 这样的一个量 那边靠墙的位置是打餐的区 现在呢就是说呃用餐完之后呢 一般上大家就是回到房间呃 呃午休一下起来之后呢 再进行相用的活动 通常来说呢每天有固定时间点的 这个呃活动安排 比如说唱歌呀比如说跳舞啊呃打球啊呃下降棋呀 还有一些活动的这种比赛 比如说球类比赛等等 我们再到地下一楼的功能室去看一下 那坐电梯到副一楼就到了娱乐功能区 朋友们这边呢是台球室 两位叔叔在打台球 然后那边呢是麻将房 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功能活动 这边呢是两张乒乓球案 有这种健身的器材配备 是吧那个是自行车吧 有跑步机 还有这个拉呃呃 仰卧起坐的这种 这是活动区 这边呢是娱乐区 音响影像娱乐 那平时举办一个呃晚会什么呢 在这边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边呢大萤幕 很多叔叔阿姨说欢子我比较喜欢唱歌 那吃完饭了大家没事可以在这唱上一曲是吧 或者说你休息起来了之后呃 呃在这边唱唱歌 还可以放放电影看一下 这是功能活动区的朋友们 整个公寓呢给大家去提供的这种条件 硬件呢是比较到位 当然这个公寓呢没有配备泳池 呃他家的其他店 比如说他的三店跟四店都是有泳池的朋友们 这个需要需求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这种情况来进行选择 这是硬件的一个情况朋友们 那除了硬件呢还得有软件配套 才能够让大家在这边住的呃 省心舒心安心对吧 比如说他会每周组织一次 是大家到外边去旅游观光 海南的旅游资源呢相对也比较多 呃旅游观光的话不限于领水 不限于三亚不限于某一个市线的旅游资源 全海南岛都可以带大家去旅游观光 每周组织一次 大家在这住两三个月 可以把基本上海南岛的旅游资源 都旅游游览一遍 同时呢大家最关心的说 如果订这公寓的话 他给不给免费接机呢 方子在这跟大家去说一下 大家订公寓入住一个月 及以上这种时长的话 免费给大家接机和送机 接站和送站 这是这样的一个增值性服务 在公寓内的话 比如说大家平时买个什么东西 如果说你时间紧 或者说自己不方便 到外边去买东西拎不动什么的 都可以让他工作人员给 帮忙去购物 或者说带拿快递这些 都是不收费免费的 非常人性化的增值性服务 给大家去提供的 那说了那么多 大家最关心的价位问题就是 通常来说呢 海南旅居管吃住的这种公寓啊 方子了解到的就是 要么是三个月起住时长 要么是六个月 它的这里最低的价位 就是3108每个人每个月 吃住玩乐所有的一体化全包 你住够一个月 以上时长的到这边来免费的接机 比如说到三亚凤凰机场接机 或者是火车站接站 以及零水的动车站进行接站 这些呢都是含在你的费用里边的 很多网友说那我只住一个月两个月 如果说你够不到人家商家要求的这种 入住食堂的话 价格会略微上调浮动一些 价格就稍微高点 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呢再跟大家去看一下 户外的一个状态 还有到海边的一个海景情况 走朋友们 那朋友们吃自助餐的这个位置呢 打开这个门出来之后 往外边 这个方向呢走出去 然后过它那个一个公路 叫望海大道 就到海边的距离 我们往海边给大家看一下海景的一个情况 那朋友们这边有公交 三亚到灵水这个镇上的公交 我们刚才是从那个路口出来的啊 这边呢是望海大道 前边一个路口 右转下去就是到海边了 走过来的话 欢子从里边走过来用了三分钟 叔叔阿姨们说走的慢的话 五分钟也走过来了 到海边顶多十分钟就可以 朋友们 这个距离是确定无疑的 那这一块呢是拆掉了 原来有这个建筑是吧 现在这拆掉了准备要再盖呢 前边呢那个地方就是海边了 朋友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走过去再给大家看一看海景椰树 感受一下椰风海运啊朋友们 今天天气还是非常好的 朋友们我们现在呢走到了海边 这片呢椰林给大家来看一下 沙子是非常的细的 细白细软的沙子 非常的棒 海边呢这有钓鱼的现在是吧 海钓 看看椰林朋友们 海边呢说实话 非常的漂亮 很多叔叔阿姨说要离海边近一点的 那这个就满足了大家说 离海边近点的这种需要需求 那边呢山 就是一个景区 国家赛西基景区猴岛 往那边 往那边再过去了 那边沙滩会更漂亮 朋友们 这就是海边的一个情况哈 里边呢有渔船 拉下镜头看一眼 朋友们前边呢给大家继续说 每周呢组织大家出去游玩一次 这个游玩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 你自愿报名 报名了跟着大队伍一块出去游玩 今天呢是周五了 他每周的周五组织一次 今天呢这个公寓里边呢 有十几位客人出去旅游了 我们拍餐的时候是提前开餐了 有一部分叔叔阿姨们还没有下来 现在整个公寓住的客人不到50人吧 就是40多个 后续会陆续的有其他的客人到这边来 朋友们 我是欢子 大家可以关注收看欢子的视频节目 了解真实的海南避寒过冬的信息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